大家好,欢迎来到点亮人生,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 一颗三亿年前的螺丝箱嵌在石块中 由此揭开了一个史前文明时代的巅峰时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20世纪80年代时 俄罗斯的一群地外生命爱好者 来到卡鲁加斯的一片郊区山脉中游玩 他们偶然间发现在岩壁上 竟然有一颗螺丝箱嵌在了石块中 起初大家并未觉得奇怪 因为这大概率是某个人将螺丝给钉上去的 然而从螺丝的锈迹斑斑程度可以看出 这个石块估计是上世纪的物品 所以其中一位爱好者还是将其带了回去 然而经过鉴定后发现 这个石块竟然有三亿年的历史 这就引发轩然大波了 我们知道三亿年前的地球根本没有人类 这个螺丝又是从何而来 但是很快大家就反应过来了 石块有三亿年的历史 不代表里面的螺丝也有三亿年历史 于是他们立即请了一位考古学家 让其对螺丝部分做无损鉴定 然而鉴定结果显示 这颗所谓的螺丝也有三亿年历史 这意味着这个石块和螺丝 似乎是同一时代的产物 这就让人觉得神奇了 难道三亿年前的地球 正是人们口中经常谈到的 史前文明时代吗 其实史前文明存在的疑似证据早已出现 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巨石镇 玻利维亚的蒂瓦那库遗址等 这些建筑规模宏大 结构复杂且计算精确 即便放到现代来建造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当时的技术为何能建造出 如此精湛的工艺 这到现在为止一直是一个谜团 其次从一些远古遗迹的神秘文本 也可以对史前文明进行解读 例如印第安文化中的白皮书 玛雅文明的预言和日历 印度教经典中的各种先进飞行器 和武器等 这些都不是那个时代所能想象到的物品 因此很多人怀疑 要么就是那个时代 已经发展出了足够先进的史前文明 要么就是当时有外星文明介入 才导致这些神秘文本 记录了许多现代化的物品 尽管地球上已经出现了许多 疑似证明史前文明的线索 但是很多线索 其实最终都得到了科学的解释 比如上世纪 在非洲的嘉鹏地区的山脉中 竟然发现了一个核反应堆 并且这个核反应堆 竟然有21年的历史 这是由1972年 法国的一组考察团队发现的 当时人们发现 这个核反应堆 竟然已经成功运行了几十万年时间 然后才逐渐停止 于是自然有人怀疑 或许21年前 地球曾经出现过史前文明 然后最终这个事情谜底终于揭晓了 原来这是人类首次发现的 自然形成的核反应堆 因为21年前的地球 存在大量有235 同时独特的地层结构和温度 导致这个核反应堆持续了很长时间 所以这个远古核反应堆 和史前文明没有关系 尽管目前已经有很多 疑似证明史前文明的世界 最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但是像刚才例举的金字塔建造之谜 印度教中的飞行器等 目前依然无法解释 其实人们怀疑史前文明的最核心根据 是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之谜 大概在200万年前 人类的祖先的生理结构 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幅度变化 而最近的80万年内 人类大脑的容量几乎翻了一倍 正是由于脑容量的急速增长 才造就了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 然而从化石研究来看 从猿猴到人类 似乎找不到过渡性物种的化石 我们知道生物演化 必然要经历上千万年 为何人类就好像是突然就诞生了 并且脑容量突然就增长了 这很难被认为是地球自然演化的结果 因此外来干预假设就应运而生 人们怀疑可能是某种地外生命介入 对地球的灵长类生物进行了适当改造 从而诞生了人类 当然目前 科学界并不认可史前文明和地外文明 毕竟很多结论 都是建立在无数个猜测的基础上 只要有一个猜测被证明是错误的 其得出的结论就是不靠谱的 而这颗三亿年历史的螺丝 最终谜团还是被科学家揭晓了 原来这颗螺丝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螺丝 而是一种远古生物 名叫海百合 这种生物是一种动物 有类似于根莖的质感 支撑着类似于荷花的叶子 这种海百合 大概在试探寂寞期开始灭绝 由于海百合的根莖很脆弱 因此海百合死亡后 一般会被海里的各种鱼类啃食掉 因此很难形成化石 而这次发现的螺丝 其实就是海百合的根莖化石 由于海百合根莖本身 就酷似一环又一环的圆环嵌套而成 因此如果只是将某一小段根莖 单独拿出来看就 非常像一颗螺丝 总之目前发现的 疑似史前文明的事件很多的 但是还没有任何一次事件能完全证实 史前文明 很多时候都是人类提出的猜想而已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 下一次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 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